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本书叫《春色如雪》 书名来源于昆渠母丹亭当中的一句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雪》 她是我的一位新加坡同行联合早报的资深记者潘兴华女士 访问了49位母丹亭的演证人员所写的书 发表至今整整17年 今天母丹亭将再度重逢新加坡 稍后将在身后的这座滨海艺术中心当中再次上演 而我们今天就是要见证这么一场久违的重逢 这是一次惊喜的相遇 也是一次很美好的邂逅 这本书就像一封信 记录了我们青龙五男亭和新加坡之间的一个故事 紧紧你顺着 潘兴华老师就像一位故友 我非常期待这次新加坡能见到他 和他再重逢 用腰就大家都要用点腰就转身怎么转的 下逢青春满牡丹亭首演20周年 团队刚结束在台湾举行的20周年庆演回到苏州 就马不停蹄地为新加坡的行程做起了准备 花道上走下来每个人的感觉 我是仙女 因为我们这次去新加坡是中兴公园区30周年 也是我们青春满牡丹20周年 所以很重要的节点 大家已经拿出稍分的精气绳去展演好 当时是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潘兴华 潘老师 我觉得他做了很详细的工作 来采访我们牡丹亭剧组的人 他当时还给我写了提的字 他像在写历史的宁静里 在《春色如许》的封面上 作者潘兴华写下《像在写历史的宁静里》 而这段文字也起封了一段 时隔17年的回忆 自2004年首演至今 青春版牡丹亭已在海峡两岸及海外演出近500场 吸引80万人次观众 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了古老的昆局艺术 期间 团队更是多次前往新加坡演出 成为了两地文化交流的使者 2007年 在牡丹亭演出白场之际 团队迎来了一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 我们苏州的传统文化 对新加坡当地的一个影响很大的 所以他们的潘老师 真的一见如过 但是他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 潘兴华 他曾对青春版牡丹亭的团队进行过深度访谈 先后访问了49位演制人员 包括制作人 演员 舞台设计 服装设计 灯光设计 舞蹈设计等等 2007年 他将采访内容整理成书 春色如雪 由此出版 书中潘兴华用 连呼吸也是一种表演 作为于九龄专访的题目 从大戏中择见风月暗消磨的一句唱腔 到是否为舞台而生的探讨 由浅入深 畅谈无见 演得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所有台下的人都倾倒的 他就是一个打开了中国文化的 这么深厚文化的一道门 多年来 于九龄一直珍藏着这本春色如雪 却一直未能再见到 作者潘兴华本人 得知此次新加坡之行 有可能还能再次跟他重逢 也是格外期待 这次去新加坡 我希望能见到他 他当时07年 他来做的一些深度报道 而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情况 他肯定很喜见的 如今75岁的潘兴华 已经离开了记者岗位 但言谈举止间 芳华依旧 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他依然在用文字 记录着中国和新加坡的友好故事 而这次 我们也带着邀请函 邀请这位青春版牡丹亭的老朋友 再次走进了剧场 刚刚谢幕 潘兴华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用尽全身力气 为台上的柳梦梅与杜女娘鼓掌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惊惊泪光 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吧老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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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之前访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当时牡丹亭还有未来吗 那今天到现在 你们还怎么看这个 不是讲牡丹亭了 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带动了婚序的未来